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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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只是他做的影战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两位师兄给我们的影战一些赞赞 异工师兄教了我们什么叫无私奉献 教了我们什么叫细心 教了我们什么叫传承 特别是跟我同寝室的贺卫书师兄 担心自己晚上呼噜声太大 只能把床位让给了我和姻缘赵师兄 但是自己每天第一个过来叫我们起床 他也是带着自己的老婆萧燕师兄 一起连续做了几期一宫 这一次应该还有两位影员是萧燕师兄的朋友 当然还有梁天敏师兄和所有的一宫师兄 说到传承的话 我想问一下文美林师兄 下一次要不要带着你的周金师兄回来去做一宫 要 也欢迎所有人五四五七寅永菩萨来做一宫 下次再见 好 沈玮菩萨教了我们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好奇心 让永远不要自我满足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进步 让我们一起学习思考实践 感恩各位 然后再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应该是有一位杨师兄 是小孩的爸爸 然后其实就是说我们工作平时比较忙 然后我也是之前有跟他同样的感想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满目的爸爸 我们权衡不了我们的工作跟家庭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《忙碌的爸爸也可以做好爸爸》 然后这本书教了我就是 其实我们在忙碌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去兼顾家庭 只是说在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更多的需要去用心 怎么样去做 所以把这本书推荐给杨师兄 谢谢大家